謝謝主席,我們請薛部長,還有盛司長 盛司長 部長好 市長好,我想週末金馬獎剛剛落幕,我想電影的議題也常反映著我們社會的現實面,就像一面鏡子,讓我們看得到 看看我們的政府還有哪些地方做得不夠好,哪裡還可以做得更好 部長,這張照片是電影陽光普照的劇照 這位男孩子是劇中飾演大兒子陳建豪的許光漢 那近來相當知名,那特別是在韓國也相當走紅 那這部片在2019年獲得金馬獎十一項提名獲得多做大獎 並且代表台灣角逐奧斯卡最佳國際影片 那如果部長跟市長還沒看過這部影片,推薦可以找時間看一下 那電影裡面,這個許光漢他飾演是傳統家庭的典型的優秀的大兒子 那成績好,但是沒有考上第一志願的醫科,決定再重考一年 那他對家人很體貼,然後對人總是笑容可舉 那看起來不成憂鬱,不成悲傷 但是作為家裡的大兒子,他身上背負的是整個家庭對於他的出人頭地的一個期望 那以及他自我期許完成父母托予他的一個使命 那安撫,然後他也要照料家裡的大小事 但是他自己的渴望、需要、需求卻不包含在這些責任裡面 那沒有被看見的這些黑暗衝刺在他心中,最後他選擇跳樓自殺 那首先我想問一下這個日前這個盛市長在CRC審查會議上說 這十年來台灣高樓增加,導致很多青少年衝動性跳樓自殺 那市長的談話當天就引起了很多的這個討論 那這個部分,衛生部部長以及市長有什麼話要再稍微做一下解釋嗎 那市長認為當天CRC委員問到國內資料 自己只是先稍微回應,不是整個自殺防治的一個問題 那真正的自殺防治會議議程是排在下午 那所以,市長你有認為說明的不夠導致社會上面的輿論畫然嗎 那這個部分,市長有沒有要向社會大眾先公開道歉一下 那我先做回答,那等一下市長會做補充 那首先,我也在講到陽光普照這個電影的內容 我是深有七七淵 不過後來我沒有選擇跳樓 那市長的這個說明的話 那等一下他會說得比較清楚一點 不過我想道歉這個是比較嚴重一點 因為他只是根據我們國內所做的一個這個研究的成果 在短短的時間,CRC委員問的時間裡面去做一個說明而已 並不是表示這是整個自殺防治策略的最重要的一部分 那是不是其他部分請市長來做說明 好 是,謝謝委員關心這件事情 其實,因為當天其實就是回應委員們 他提的關於這個自殺死亡人數多的這件事情 那他問我們有沒有什麼研究可以去了解這件事情 那我就把我們最近才剛剛分析完的資料 從最主要導致死亡的原因 因為其實大家今天在講這個議題的時候 有時候有點模糊的焦點 就是說想自殺 想要自殺或是自殺的原因 跟自殺死亡是兩件事情 那我們訪問 市長我了解了,因為我老婆也是諮商心理師 那所以高樓自殺是比較多的案例 這個我也清楚了 那當然近幾年,其實青少年出現這個 那個青森的企圖 那以及青森的這個死亡人數 確實都有在上升 那其實主因可能是青少年 他也很容易透過網路媒體 或是社群的一個群體接收很多複雜 或是錯誤的訊息 那一旦他人生感覺到苦悶 他就有可能會想不開尋求青森 那尤其青少年也會常常質疑自己的人生的意義 那情緒有可能比較衝動 那青少年他也是憂鬱症的浩發時期 那但事實上高樓他不是自殺的主因 他只是一種自殺的手段或工具 那面對這樣沉重而且嚴肅的議題 其實我們更需要謹慎去面對 闡述政府所做的自殺防治工作 那這是重點 而不是說歸咎於一個高樓是個原因 高樓他都不是一個原因 他只是一個手段跟工具而已 那這樣的方式 那部長跟市長同意嗎 就是我們必須去闖述我們政府 應該怎麼去做這樣的一個自殺的 一個防治的一個工作 那能否承諾將自殺防治工作 這麼重要的議題做更清楚的一個論述 這當然是我們的責任 一定要對大眾把這些事情講得清楚 那這樣子的政策才推得動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我想我們會藉由各種方式跟各時機的話 那會來把這個事情講得更清楚一點 那的確手段上面的防治並不是主要的這個原因的解決 原因的探討以及這個提出相關的預防的一個策略的話才是最主要的 那不過手段上面也有他的重要性在 因為我們如果對這種衝動性的自殺 能夠藉由某些方法來延緩他做這個意圖到採取行動到這個發生結果 中間的時間可以拉長 就比較有機會去做介入 那可以來防止 我想從數據上可以看到 特定族群的自殺率有升高 那而且衛生部也知道相關應該補強的作為是哪些 那麼接下來我們要怎麼強化我們自殺防治的工作 那與兒哨相關的防治工作 其實通常都要很多部會的這個很像的一個整合 那例如校園的部分就可能需要教育部的協助 那衛生部這邊怎麼樣做好橫向的一個部會的一個整合跟聯繫 那確保相關的這個權者不會有缺失 然後可以讓這個 尤其兒童青少年這種自殺防治工作可以做得更完整 這衛生部這邊有沒有怎麼樣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跟我們報告 那在接下來的一個重點 當然就是跟教育部這邊有更多的聯繫 那我們第一個就是資料庫的互通 那要從這些不同的資料庫之間的話 把這個去做串聯然後做交叉比對 把這個最高風險的因素把它找出來 那第二個就是說雙方一定要能夠人員的轉介 就是說遇到這些高風險被辨識出來之後的話 那要去轉介給最有效的處理的一個系統 不管是衛生的體系去轉到教育體系 或是教育體系來轉到衛生體系 總是這一方面的互通 那大家合力把這一個青少年 有高風險的這些青少年 把它做好他的心理上面的一些輔導 來防止這種悲劇的發生 不然認為人力夠不夠 因為我剛剛講我老婆是智商心理師 她也是在台湖市的教育局的那個 那個學制中心裡面 那我了解的是說 當然學校她會第一步做介入 輔導室 那她沒辦法的話 才會轉介給智商心理師去做輔導 那智商心理師如果輔導 她如果發現她有可能有精神上的疾病 會再轉介給醫療院所 那這樣的一個人力 夠不夠目前 這當然我們會跟教育部那邊 教育部那邊也會做盤點 就教育部的部門的話 人力到底夠不夠 那我們這邊也會做盤點 好 那個接下來我想跟部長 討論一下這個CRC兒童公約的國際審查 那台灣在2017年時 進行首次的這個兒童 兒權公約的國際審查 那當時這個聯合國 委員審查後 提出98點的這個結論性的意見 那也促成了 近年很多項的法令的修改 那在上週 兒童全力公約 第二次國家報告 國際審查會議 結論性的一個意見正式發佈 那五位國際審查委員 共提出72點的一個結論性意見 那其中特別關切 台灣兒少死亡率偏高 那針對CRC的這些結論性的意見 那 會依照上次的這個審查結論性意見 做落實管考的規劃流程嗎 那預計什麼時候可以提出 各權責機關的一個回應的出稿 那關於審查委員 關切台灣的兒少死亡率偏高的問題 衛部的回應是什麼 那首先是這一次審查委員提出72點的結論性意見 那這些的話 也分散在各個不同的部會 所以必須要有各部會去擬定 整個回復的一個政策方案 然後衛部這邊會來做一個 這一方面的一個會整跟蒐集 那預計是明年第一季就完成這個工作 那會整之後的話 那之後的話就會在那個行政院的兒權小組 我們會開會 那來管理這一些方案 也就是說檢討這些方案 是否是可以回答這個審查委員的這個意見 那第二個就是說 那後面就要管考 如果是可以的話 那就要進行管考 那等待下一次來的之前 我們希望這些都已經完成 是我想這個監察院長 繼國家人權委員會主席 我們的陳菊院長 那在會議中他也特別提及這個 玫瑰少年葉永志的一個事件 那表示此事可以促成這個 性別平等教育法的一個通過 那該法它是以這個禁止歧視為初衷 以教育為目的 那未來會持續的關注 不讓任何的小孩受到歧視與霸凌 那國際兒童權力公約的審查 結論性的意見也出爐 那接下來衛部對於相關兒童及少年保護 有哪些需要強化的部分 是否能有相關的一個法規的 法規的命令需要去做修訂的有沒有 可能會有 會有 包括兒權法可能都也會修 那到時候如果有這個 查案進來的話 麻煩委員這邊來幫忙 好 那沒問題這個都會全力來支持 那我們今天討論了 這些自殺防治與兒少保護的這些議題 那最後 我也想引用這個電影這個陽光普照的台詞 來表達一些年輕孩子的一個心境 這就是他把所有的好都留給別人 忘了留一點給自己 那部長以及在場的大家 其實我們都可以成為別人的太陽 那我們要盡全力去保護我們所鍾愛的一切 謝謝 謝謝委員 謝謝莊委員 謝謝莊委員 接下來請許志榮委員發言 謝謝莊委員 謝謝莊委員 謝謝莊委員